大家好,我是部長 馬上就要跟2015說掰掰了 今年的好片也是很多喔 馬上來看我認為的2015五大電影吧 第五名 金牌特務 The Kingsman 一開始看到這部的預告覺得還好 覺得就是一部小屁孩準備要當007的影片 沒有抱太大的期望 沒想到看完這部 居然可以將007這種英式特務片的層級 帶往另外一個層次 英國特務片特色就是 必須很優雅的執行任務 並且使用許多有趣的道具跟科技 這作品不僅僅完美達成這兩個條件之外 其中壞人的氾濫動機反而讓我頗為認同 而最最最精彩的就是 老特務在教堂中的那個大屠殺場面了 整個運鏡實在是太精彩了 讓大家體驗一下 第四名 The Martian 經典恐怖電影 異形的導演 Ridley Scott新作 由Matt Damon主演的太空生存劇 主角再一次火星任務不小心與同伴分離了 同伴跟地球都認為他GG了 但主角發揮了小強的精神奇蹟似的生存了下來 並等待著夥伴們的拯救任務 這部一開始擔心會跟星際效應很像 因為演出的人跟設定都有點類似 所以一開始對這個有點排斥 對於整部電影在火星、太空船 以及地球三個場景之間交替的節奏相當順暢 角色個性也都很鮮明 觀賞過程非常刺激 將近兩個半小時的電影很快就過去了 並不會覺得冗長 第三名 星際大戰 Star Wars The Force Awakens 2015年全球影迷最期待的作品 從第一支前導預告釋出的時候 就重新掀起全球星戰魂 這超經典系列科幻作品的第八集續作 由導演JJ Abrams扛下這個重任 重要的鐵三角 Luke Skywalker Leia跟Han Solo原班人馬回歸演出 這部的任務就是要讓 既有了星戰迷們開心 從123前傳中的谷底重新燃起希望 同時帶進新的觀眾群 而這部確實完美達成這個任務 重新使用真實電影道具跟實景拍攝 合理的使用特效讓這影片更能讓演員跟觀眾進入劇情 不過單單以這部電影而言 劇情設定和一些地方少了些許創意 也與第四集有很多相似之處 不過當你可以看到星戰重新回歸 這些小小缺失都沒關係啦 而且還給了我們超級可愛的機器人BBA 期待第八集的到來 第二名 Inside Out 這是今年意外好看的作品之一 皮克斯帶領觀眾前往人類腦中的世界 故事從Ridley這個小女孩出發 因為搬家而必須重新適應生活並且遇到叛逆期 腦中情緒起起伏伏的狀態 將人的情緒擬人化成為五個角色 而每個人有的情緒都會製造一顆球來做記錄 其中重要的記憶就會以特別的黃球來代表核心記憶 這整個故事告訴我們不是只是一直快樂就很好 是要有憂傷難過 這些負面的情緒才能帶出快樂的價值 而這些情緒的起伏經驗 以及小時候曾經有的天真夢想 讓身為成人的我也非常有共鳴 用極有創意的方式去表現記憶 以及情緒這抽象的事物 讓我覺得這部片有第二名的資格 第一名 Mad Max Fury Road 今年冠軍就是他 很憤怒地衝向了我心中的年度第一 導演George Miller續拍了自己以前拍過的作品 用了新的方式來重新詮釋這個世界觀 雖然整個追逐過程的路線比較單純 但是整個動作場面是豐富 跟拍攝手法和剪接 整部電影毫無冷場 越是簡單的場景 要讓電影精彩 就是得靠導演的構圖功力了 這部有點 導演我就是要這樣拍動作片 讓你知道我的厲害 的那種霸氣 是個視覺饗宴無誤 好啦 以上就是我認為的2015五大電影 當然還有許多片子也是好片沒有列進來 不過大家認為2015還有哪些好片呢 歡迎在影片下方的留言區留言討論喔 也記得訂閱部長的YouTube頻道 新年快樂 明年見囉 掰掰